立法会将会继续修订辣椒楼市调控措施的相关法例草案 我们107厅与很多受到辣椒影响的苦主组成了大联盟 7月的时候就有2万多人去游行 但政府继续一意孤行 辣椒一点都不会解压 很多相关的行业的苦主都来联络我们 希望发一点声音说给立法会政党听 未来的修订应该要为辣椒解毒 不要制造行业的失业、财源和倒闭 早几天我们在北国出发 20多辆搬屋、运输、相关行业的汽车 汽车游行到政府中部 享安,显示我们的不满 其实为什么搬屋公司会走出来呢? 听回行业里面的很多小企业的老板和工人去说 在过去一年 搬屋公司因为楼市调控而减少了的搬屋的生意 是高达四五成的 有一些很多的搬屋公司 其实都是小个看户 自己的车和几个工人 可能你会面对失业、倒闭、有些裁员 辣椒走了这么久 究竟有没有效呢? 最近买家印花税、BSD 实施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很多数据都分析了出来 在过去一年 原本政府想帮那班上车一族的小市民去置业 是越来越困难的 因为好像沙平第一城、将军路新都城的 楼价升了百分之十六至二十 稍微的轻微回落 只不过是那些超豪的豪宅 究竟辣椒这个楼市调控 究竟是辣椒还是独椒呢? 未来立法会仍然会審议和讨论 有关修订的草案 其实各个政党的议员 是否都要看看辣椒的毒害 已经和联各行各业 由律师楼、地产代理 去到三行装修 以至搬屋运输、家具、电器等等 我们是否应该要正视一个政策的成效 既原初目标达不到 也有这么多负面效果 是否应该要为辣椒解毒呢?